日前于月仙车祸事故责任认定书结果已出 交警部门判定司机郭某龙负全责 这个司机也被扒 他是合作方如月公司的员工 于月仙老师平时当机很忙 车祸当天他需要参加一个活动 司机回忆 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还称 步行到兰州住一晚上 但是主办方不同意 非得晚上接回来 结果没想到一下出事了 事故地点离酒店的车程仅十分钟 这个司机的身份也被曝光了 原来他不是于月仙平时的司机 司机郭某龙系宁夏某乳业公司员工 该公司相关负责任称 公司合作方请于月仙录节目 尤其公司接待 现在竟然出事了 如果将来郭某龙面临赔偿 公司也将承担赔偿金 这虽然是意外 但是也令人悲伤 司机也说那天有点鬼使神差 自己也没想到 那个地方导航不显示 他自己也不知道会有骆驼 只是观众伤爱的谢大脚 再也回不来了